慢生活快娱乐,欢迎来到快点娱乐 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喜米嫂近日约上几个好友,一起去爬山了 当天的喜米嫂穿了一条贴身的瑜伽裤,镜像好身材 喜米嫂经过与小三刘碧莉的夺米大战之后,已经看开了 直到爱惜自己,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和完美的身材 她爱上了健身,在居住的豪宅中,有专门运动的地方 喜米嫂已经四十多岁了,但是状态很好 当天的她披散了长发,穿着清凉,大秀好身材 显得青春靓丽,她一会儿和友人站在吊桥上 一会儿独自站在青山旁,一会儿又站在湖泊旁拍照 唯一不变的就是大秀美好的身材 喜米嫂一行人可能是玩累了,接着他们来到了服务区休息 点了丰富的下午茶,享受这个惬意的时光 全程喜米嫂笑容挂脸上,证明她的心情还不错 2018年喜米华全行利弊之后选择和刘碧莉分手 并且把刘碧莉和三个孩子安排到英国生活 他们分手之后一年,于2019年刘碧莉又生下了四胎女儿 真是让人大滴眼球 因为疫情原因,喜米华返回香港和英国不方便 她已经很久没有去英国探望刘碧莉母子五人了 而是留在香港陪伴家人 如今刘碧莉独自在英国照顾四娃,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在喜米嫂的生日宴会上,喜米华对喜米嫂大唱情歌 也不知道她是真心,还是为自己树立一个良好形象的 如今,喜米嫂生活得很滋润 前段时间刚晒过明包明表 这下又大秀好身材,真的是看开善待自己了 反观刘碧莉独自在遥远的英国带着四娃 要面对一切问题,她才三十多岁 曾经以以为傲的美豹正在逐渐消退 从她的最新照片中可以看出 身材发福,皮肤暗沉,脸上皱纹很多 由此可见,她在英国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美好 曾经的刘碧莉是很嚣张的 明知道喜米华已经有家事 但是她为了过上富裕的生活 却和喜米华在公共场合大秀恩爱 完全无视喜米嫂的颜面 并且和喜米嫂相隔不久 都为喜米华生下女儿 真是一个强悍的女人 想凭借孩子上位的刘碧莉是算了 不但没有转正,还被喜米华安排到 英国独自照顾四娃 其中的心酸只能独自品尝 如果让她重新选择 不知道她还会不会因为物质条件迷失了双眼 一条道走到黑 人生没有如果二次 我们都是成年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只要选择了不管多难都要坚持下去 喜米嫂是一个贤惠有能力的女人 她善待嫉子、孝顺公婆 在富家的地位是没有人能撼动的 喜米华出身普通 经过多年的打拼 好不容易才能有今天的事业和地位 她也不会愿意和喜米嫂离婚的 因为那样她就要被喜米嫂分走一半的财产 实力大打折扣 只要喜米嫂还在 刘碧莉就不可能尚未成功 豪门并不是那么好近的 豪门媳妇也不是靠生孩子就可以站稳脚跟的 在豪门中永远都是利益之上 如今喜米嫂和喜米华之间不单单是夫妻关系 更是利益的共同体 有时候因为利益捆绑在一起的夫妻 反而可以走得更加长久 每个人都想过上富裕的生活 但是得靠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 一个女人不能被外界的物质条件迷失了双眼 通过走捷径获得丰厚的物质条件 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这么做是不道德的 人生的幸福是一种心理感受 并不合金钱物质化等号 在人生的道路上行走 我们要以颗平淡的心来对待人生 这样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长远 进而拥有一个展现的明天 说起澳门的风流大亨 首先让人想到的一定是太阳城集团的大老板 习米华 习米华原名周超华 是著名的电影投资人和太阳城的老板 在澳门的地位非常高 早在2014年 越南有女孩刘碧莉就爆出 和有妇之夫周超华牵手求恩爱 丝毫不顾及原配的感受 有了小三的挑衅 原配自然坐不住了 并很快宣布自己怀孕的消息 而这边小三也在同一时间怀了孕 周超华辗转于两个女人之间 不厌其烦 面对丈夫的背叛和小三的公开挑衅 伤心欲觉得陈慧玲决定放弃丈夫 想要离婚 不过习米华想到离婚后 妻子会分走大半的财产 所以坚决不同意 更是在派对上表白妻子寻求原谅 就这样妻子最终选择原谅她 但习米华和小三的情感纠葛并没有结束 连续几年内为她生下了三名子女 一直梦想着自己能坐上正宫的宝座 只可惜习米华不愿离开原配 导致二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伤心欲绝的刘碧莉经常和她吵架 两个人的感情不胜从前 最终还是结束了五年的恋情 经两人的协议 男方支付孩子的赡养费 并赠送九千万的豪宅和三亿元的分手费 为要求女方留在英国生活 本以为分隔两地的两人就此结束 没想到又重新出框 真是大跌眼镜 为此有不少网友表示 这兜兜转转只不过和西米华和刘碧莉设计的圈套 为的是防止周期 陈慧玲光分大量的财产而步的局 而从最新的动态来看 夫妻两人的交流并不多 倒是小三流碧莉 卷土重来 以专栏作者的身份回归大众视野 妥妥的女强人的味道 更是在个人平台上公开自己的身份和三人之间的新闻 不再做形象包装 周璇宇两个女人之间 没点真功夫肯定是不行的 对于她的发家史 大家都有所了解 最早她是澳门赌场里拉客人赌博的中介 从中赚取中介费 在观察研究后 发现新的运营模式 不收客人利息 而是将借给赌客的钱提前换成筹码 在从中拿走属于利息部分的筹码 西米华从中获得利润越来越多后 便不断地扩张赌场生意 慢慢资本越积累越多 2002年澳门慢慢地开放赌权 网络急剧发展 博彩业步入正轨 西米华看中这一契机 在菲律宾拿到了网络博彩执照 并开设网络博彩业赚得盆满钵满 并在2007年成立了太阳车集团 涉足于电影娱乐界 身价已超过50亿元 有钱人家孩子多 周价一共有6个孩子 但这周博豪是与前妻所生 之后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陈慧玲 有钱之后又和刘碧莉生了3个孩子 不得不说周超华的确不简单 虽然周超华有不堪的情史 但是他的那颗爱国心却是真的 在2020年疫情爆发期间 太阳车集团通过中联办 捐款3000万澳元 支持抗疫工作 随后周超华以私人名义 捐款1000万元 用于支持抗击疫情工作 同时新米华还十分热衷于慈善事业 爱国是自己的天性无法改变 而帮助他们是自己的本能 还将把更多的时间 投入到慈善当中 不得不说这样的举动 不知劝了多少粉丝 虽然他的私生活呢 一直都是人们长一番后的热点 但是我们不能以常人的角度 去评判名人的生活 希望今后他能带给大众 更多正能量的举动 为社会多做贡献